我是一位 你通白理明 明白戀計算可變簡單 全身探討數學 令到你的答案還會找到 他們來了 你開門 好 生日快樂,送給你的 送給你的,謝謝 為什麼你們這麼巧? 對,剛剛在樓下藏到他們 去那邊坐,好 有很多食物 蛋糕很漂亮 我們能吃東西嗎? 我們等爸爸和媽媽一起吃 不如我們去那邊聊聊天,玩遊戲吧 好 這裡也有很多食物 你吃吧 不如我們先喝點東西吧 好啊 我幫你 愛玲,其實你今年多少歲? 不告訴你,這些是女生的秘密 你不說就行了,我一樣有辦法知道 只要你把你歲數乘以67 然後把得出來的數 最後的兩個數字告訴我 我就知道你多少歲了 這麼神奇,愛玲,試試吧 好,讓我試試吧 我高速乘以67之後 最後的兩個數字是37 好,讓我算一下你多少歲 哦,原來你今年11歲 哇,好厲害哦,你怎麼知道的? 嗯,他的計算機當然有古怪了 其實他的計算機一點古怪都沒有 我只是在運用我的數學頭腦 為什麼? 在未解釋之前 首先我想你們留心看看一個很特別的數字 就是201 好,我用計算機來計算一些數字給你們看看 好,好 如果我們把11乘以201 答案最尾兩個數字就是11 將12乘以201 將12乘以201 答案最尾兩個數字就是12 將13乘以201 答案最尾兩個數字就是13 將14乘以201 答案最尾兩個數字就是14 其實我們將任何一個兩位數乘以201 得數的最尾兩個數字 就會等於一個備乘數 剛才我叫愛玲將他的稅數乘以67 我再將答案最尾兩個數字乘以3 那麼得數的最尾兩個數字 就會和將愛玲的稅數乘以201 得數的最尾兩個數字是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201就等於67乘以3 所以最尾兩個數字就是等於備乘數 那也就是愛玲的稅數 原來是這樣 這個數字遊戲有多有趣 有很多跟數字有關的遊戲都很有趣 不如我說一個跟數字有關的故事給你們聽 好 在明朝 有一個很有名的才子叫做倫文罪 有一天 有一個才主請了他和另外一些詩人 回家欣賞他新買的那一幅白鳥圖 這幅畫真的畫得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這些小鳥真的畫得許許如生 不過我看起來好像小鳥的東西一樣 你說得真是對 一幅這麼漂亮的畫在上面 如果有一首好的詩 那就真是錦上天花了 素贏我倫兄你才高百斗 不如就請倫兄你即席揮毫 為王源我這幅白鳥圖提回首詩好嗎 老夫正有此意 未知倫公子能否賞臉 那恭敬不如從令,小弟獻醜了 好,阿福,拿一幅畫下來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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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天生一隻又一隻 三四五六七八隻 究竟是甚麼意思呢 難道阿倫兄是想將一百隻的小鳥 逐隻數出來 是呀 可否請倫公子解釋一下呢 這兩首詩的意思是這樣的 天生一隻又一隻 一加一等於二 三四五六七八隻 三乘以四就等於十二 二五乘以六就等於三十 七乘以八就等於五十六 那如果我們將二、十二、三十和五十六加起來 你們說等於多少呢 是一百呀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這兩句詩說出了畫中 有一百隻小鳥 真是好具 好具 恢復恢復恢復 使我們的老金靈活一點 呀 上星期先生和我們玩了一個和圖形有關的遊戲 不如我們一起玩吧 好呀 你有沒有竹籤呀 我拿給你呀 我們先收拾東西吧 好呀 我現在想你們用八枝竹籤 組成一個包括了八個三角形的圖形 行不行 可以嗎 姐姐不如我們一起想吧 好呀 偉哥不如我們一起想吧 好呀 走過來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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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只是砌三個三個圓形 我們攻領三個圓形 好了 我們是砌到了 完成 對,我看看 讓我數一下這裡 是否真的有八角三角形 1、2、3、4、5、6、7、8 這個圖形真的包括了八角三角形 算你們多聰明 這樣也讓你們想到 想甚麼說 別這麼有趣 我還有一個數學遊戲 這次的問題你就未必會回答 這麼厲害? 說出來給大家想想 好,從前有一個皇帝 他是很喜歡梅花的 他的大臣為了討好他 特意為他建了一個梅花園 當梅花盛開的時候 他們就想請皇帝去賞花 但是就出現了一個困難 原來梅花園是有很多小路的 那麼他們應該帶皇帝怎樣走 才可以走整個梅花園 而又不需要重複所走的路呢? 梅花園 對,梅花園的地圖大約就是這樣的 有陰影部分就是種梅花的地方 旁邊那些就是小路 那你們說要怎麼走才不用重複所走的路呢? 這個問題也挺難的 我想要慢慢畫才知道 不如我們吃完東西才在桌上畫吧 好啊 好啊 快點 想不到今天我們除了做牙齒運動之外 還做腦袋運動 好,讓我也表演魔術給你們看看 讓你們動一下腦袋 什麼阿姨,你懂得玩魔術嗎? 我還沒聽過 一會兒你就知道 不知道怎麼樣 我這裡有一張紙條 如果我將它兩邊貼起來 再沿著中間這條線展開 你們猜一下結果會怎麼樣? 會得到兩個紙圈 我就說不是了,不如我們試試吧 好啊 不會 有滿 conjugate時間 請וא 演奏 這個 謝謝 說 知道了嗎 我剪好了, 你們看, 我得到兩個紙圈 我都剪到, 不過我就剪到一個大紙圈 咦, 怎麼這麼有趣? 姨姐, 你真的懂得玩魔術嗎? 我說笑而已, 讓我說個做法給你們聽 假如我把一張紙條和顏色的一面貼在一起 然後再沿著中間剪開 得出來的結果就是兩個紙圈 不過, 如果我把紙條的其中一頭反轉 這樣貼在一起, 再沿著中間剪開 那我就得到一個大圓圈的了 哦, 原來是這樣, 真的有趣了 你們知不知道, 其實這些不是魔術 而是數學的其中一門學問 你們用心去讀書, 將來都會學到的了 姨姐, 媽咪還沒回來, 不如我們先吃糖 你們看, 餵食貓等了不久 吃東西, 那先吃糖 謝謝 看見那些糖, 我就想起一件很有趣的事 什麼時候? 有一次, 有幾個同學去買糖吃 那天, 剛剛是糖果店一周年紀念 他們推行了一個很特別的大陣送方法 就是兩張聰明糖的糖紙 就可以換一粒聰明糖了 他們商量過之後, 就買了十粒聰明糖 吃完那些糖之後, 就把那些糖紙去換糖 換了糖之後又吃, 吃完又換 真的有趣了 那他們一共吃了多少粒? 你們猜猜 用什麼呢? 最初他們就吃了十粒糖 然後就把十張糖紙換了五粒糖 再把其中四張糖紙又換了兩粒糖 加上剛才那張, 就有三張糖紙了 這樣, 又可以把兩張糖紙去換一粒糖 又加上剩下那張糖紙, 再換多一粒 現在他們只剩下一張糖紙 不可以再換糖了 所以, 他們一共就吃了十九粒糖 少英, 我覺得對不對? 以你的聰明就是吃十九粒的 不過以我的同學那麼聰明, 就可以吃二十粒了 我不相信, 明明是吃十九粒 我不相信, 明明是只吃十九粒 對呀, 沒錯 少英, 我也是記到十九粒 為甚麼你的同學可以吃二十粒 我明白了 少英, 你的同學真的聰明 為甚麼? 我也不明白 對呀, 快點說吧 快點說吧 你覺得聰明搞不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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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跟很多人說